很多情况下 互联网都非常喜欢用表情包 去表达现在自己的一种心情 或者是一类人群 那么在很多情况下 大家眼中的年轻人可能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有吗 小朋友们有吗 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自嘲 到了深夜十二点了该上线了 对吧 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自己是 勤奋的读书人 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部纪录片 是由我和公益社的一些同学 在疫情期间制作的 所讲述的主要是之前提到的 那个疫情真正的活动 很荣幸 这部纪录片获得了J.E.A. China 也就是美国新闻教育传播协会 举办的Media Review 高中生传媒竞赛的Superior Award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 我并没有觉得这部纪录片 它的拍摄手法 或者剪辑手法 有多么的震撼 多么的惊艳 相反 我觉得它所打动评委的 是其背后所讲述的故事 也正是今天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之一 虽然我之前用了几个表情包 去表达对于当代年轻人的一些自嘲 可是这些表情包 并不是当代年轻人的符号 而现在我们的年轻人 其实正面临着许多质疑 有的来自家庭 有的来自学校 有的来自社会 当我们打开互联网的搜索框 输入关键词 年轻人 梦想 和家庭的时候 会发现许多年轻人 正面临着家长不支持我的想法 该怎么办的问题 其实有的年轻人 他会对家长提出自己 对未来职业规划的一些理想 但是家长会可能觉得 你再去读会儿书吧 有的年轻人 他会希望利用课余时间 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家长一般可能会甩 是吧 就家长可能会 还是会以学习为理由 去希望你更focus on study 但是我想请问各位家长 童年时的你是否 也曾有被你家长否定的想法呢 是否也有自己想要去追逐的梦想 自己的想法 最终却因为各种现实的原因 而没能实现呢 有的家长可能会出于 对于孩子的保护 觉得孩子现在年龄太小 可能判断力不够 或者行动力不足 但其实我想说 中国的青少年 根本就不缺乏创造力和行动力 很多时候 他们缺乏的 仅仅是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 和机会 而这些 从可能升学的角度来看 或者是撰写的角度 找到工作的角度来看 并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这些活动 或者是想法 却能给青少年带来许多 生活经验 和设身处地的人生道理 我自己在2014年 就曾经有过一次 可能别人都不太会有的经历 那一年暑假 我非常沉迷于各种数码产品 喜欢玩手机 坦白地说就是 那么这个在当时觉得 玩手机就是不务正义的家长 和老师看来 简直就是可以 盯在墙上的粉面教材 但是也就是那一年暑假 一个机缘巧合 导致iPhone 4S 以及iPad 2 这两款设备 可以降级回iOS 6系统 一个可能界面UI比较好看 大家也会觉得比较流畅的系统 顺时间 网上涌出了许多 收费降级的服务 而当时的我也通过 蹭这波热度 赚到了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我再通过两三天 去学习了那些 简易的代码的编写 以及如何制作 这个自助固件之后 便开始了我的小贩之旅 我一次收费25元 那么有的时候 生意可能比较好 一天会有 四到五单的生意 但是这个事情 很快就被我爸知道了 那大家也能知道 这个事情基本就 对吧 被我爸给制止了 他觉得 我应该将更多的时间 去花费在学习上面 去花在那些 他觉得更加有意义的上面 比如 多做教辅和预习功课 那么在他的坚决反对之下 我不得不结束了这一切 那么最后 我一共挣得了400块钱 但是除了这些利润以外 我觉得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 收获是 我成功地去体会到了 该如何与校外的人群 去打交道 如何和他们去协商 去合作 我也曾经遇到过 在降级完成之后 没有选择给我钱 直接拉黑的老赖 那么这些宝贵的经历 其实是我在小学 甚至初中的教育 都没有办法接受到的 或许青少年的某些 突发奇想 真的就能给他们带来 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和经历 但是除此以外 有的青少年 也面临着能力 被质疑的问题 就算你有再好的想法 但如果你没有办法 把它落实到 实际行动之上 那么最终 这也是纸上谈兵 这就是许多青少年 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 他们太容易受 别人的否定 和质疑的影响 从而无法坚持 自己的想法 固然 听取别人的意见 十分可取 但是如果不加思考 而全盘轻信 却并不合适 如果遇到了 意见不合之处 我觉得应该指出来 实际上 并不像许多 刻板印象中 担心的 觉得中国的青少年 可能判断力不足 或者能力不足 我想说 我们这一代的青少年 有许多新奇 独特 大胆的点子 并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有能力 去将它们 落实到实际行动之上 而我们缺乏的 只是一个展现自我的 想法 能力的舞台 以及机会 那么在今年疫情期间 我就偶然获得了 这样一个机会 2020年注定是 不平凡的一年 今年大家都知道 非洲爆发了 25年以来最严重的 蝗灾 澳大利亚也爆发了 大范围的伤火 而影响最广泛的 便是COVID-19 新冠疫情了 那么在今年年初 疫情仍在国内肆虐的时候 我和公益社的小伙伴们 一起发动了一个 在线上募捐善款 去购置物资 去援助一线的 一些医院的活动 因为我们在微博上 看到有许许多多的 一线抗疫医院 正因为医疗物资不足 而导致一些医生 可能需要三天甚至四天 才只能更换 一件防护用具 最终 我们的募集活动 募集到了善款 25836.7元 来自70余位 善良的募捐者 30余箱医用手套 以及300副护目镜 但是当时间回到1月26日 我们提出这一切的最初 曾经有人质疑 你们作为一个高中生 真的有能力 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吗 你们该如何 和医院进行有效的沟通 该如何确定 这些捐赠物资的标准 更重要的是 如此大量的医疗物资 你们该如何运送至医院 面对这些质疑 我们最后用成果告诉他们 我们并不只是空想下 他们错了 我们是有能力 将我们的想法 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实干家 在我们准备捐款的第一天 我们通过一个会议 去解决了一些捐款的基本事项 比如该如何募集善款 该如何捐赠等 同时制作了许多海报 这些我们希望通过 视觉效果比较好的海报 以及宣传 来吸引更多的人 参加到我们的捐款当中来 而当1月27号6点21分 我们第一条推送发出去后 仅仅五个小时内 便募集到了善款 15181.7元 远远超出了我们最初的设想 我们随即立刻开了第二次会议 改变了一些策略 总结了当日的工作 我们本来是设想 将这些善款一次性 争给红十字会 后来我们决定 将这笔善款 用于直接购买医疗物资 运送至医院 这样同时 也可以节省医院 等待物资的时间 那么在随后的几天之内 我们的活动越传越广 同时 我也通过之前在校外活动 认识的一位朋友 联系上了一所 位于江西省的 医疗器械生产厂家 去购置了一些 医疗防护的用品 而另一位 驯发外联的同学 则和河南省 以及河南省的 两所医院联系 这两所医院 虽然不在湖北省 这个疫区的中心 但是却仍然饱受着 医疗物资不足的问题 我们决定将它们 作为我们的捐赠目标 那么在几天之后 捐款结束的四天之后 我们一共募捐到 上款25836.7元 其中不乏有许多 来自于 子竹教育园区的 校领导 甚至是 敏航区教育局的 老师的一些捐款 以及支持 我们成功地通过 这次线上捐款 发动老师 家长 学生 这一些校外的人员 参与到一场 心爱心动活动当中 为 为抗议事业 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为一场 全程由 高中生发起 组织 落实的一个行动 或许 在全国抗议的大环境下 总能做出来的 一些帮助 一些贡献 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 但是 这也反映出了 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 以及关怀感 而更重要的是 它体现了青少年的执行力 以及行动能力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 青少年 他们并不缺乏一个好的点子 一个新的创意 亦或是付诸 实践行动的能力 很多时候 他们仅仅缺乏的 只是一个 展现他们天马行空 想象力 甚至是行动力的机会 我想说 如果 我是说 如果 从一开始 我们便将这些 代表着未来的青少年的想法 进行否定 批判 将他们的创造力 想象力 扼杀在强宝之中的话 这个世界的未来 将会变得索然无味 毫无让人 可以憧憬的空间 但是 当代的年轻人们 如果能够充分得到 展现自我的机会 身边的成年人们 能够支持他们 去鼓励他们 去大胆地执行自己的想法 将自己脑海中 数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创意 以最可靠的方式 转化为实际行动 那么我们的未来 将会变得一片生机昂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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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